在汐止区市运村社区没有自来水加压设备 缺水问题让居民好困扰 而今天下午立委黄国昌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来到现场会开 在汐止勤进路的市运村社区住户近300户 却没有自来水可以用 在使用山泉水的情况下长时间没有下雨 尤其是夏天经常没水用 而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30年 社区苦不堪言希望能够有自来水 只是卡在家长问题一直没有下文 吃这个山泉水 所以一直到夏天的时候就没有水可以用 这个民生问题是不可能缺的 我们今天办了好几次的会刊 今天有来会刊 重点是说汐水池已经地点找好了 还是国有财产局的 问题是说这一块水没有办法 水压没有办法进去 原本在这个735的地号 那因为这个加压这一段不够压力 所以在下面必须要再找一块地 1836的地 那也会再经过下一次的一个会刊 来确认是不是那一个地可以使用 然后来确认来再把这个加压站做好 再接上来这个735这一块 然后再往上来延伸 在接过陈勤后26号下午立委黄国昌服务处 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勤进路上去是一段山路 自来水要上去得要有足够的加压站 本来山脚下是找了一块地 却还是不够 现在又找了另一处国有地 里长希望没有问题之后 尽快接自来水 他们也有跟国有财产局协调好 另外再找到一块 可能这个样子来的话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后续我之前这个大陆的问题 国有财产局的问题找了很久 现在的话我是请国有财产局 跟文财产服务处来帮忙来处理这个 找这个地的问题 这个水其实没有解决是不行的 会使用的这个管线的部分 也已经都确认好没有问题 那会经由下一次的一个会刊之后 然后再来做一个确认 那在这个水公司也很好 另外也确认了一个部分 原本要负担30%的一个部分 也现在经过立法院的一个核定之后 只要减半就为15% 然后也大大的降低了 我们的住户的一个致富额的部分 沿路一个加压站根本不够 所以接下来针对国有地在增设加压站 看可不可行 希望打通这个关节 让市运村300户的居民 能够尽快有自来水可以用 教程惠林 细致采访报道